自沙滩宝贝歌手杨景正式成为MStudio代言人后 广告大片拍摄 主题局录制等一系列工作陆续展开 工作档期爆满 而歌迷们也十分关注杨景的新动态 记者日前特别在上海探班 当天杨景拍摄的是沙滩宝贝所属公司娱乐视网联合推出的自制时尚节目 沙滩宝贝 at 恶搞家族 天生购物金 探班当天录制的是该自制时尚节目的第一期 杨景卓黑色路肩短裙配以哈瑟夫哈勒恶搞包的魔女装束经验亮相 与以往拍摄音乐MV不同 杨景称以情景剧的形式拍摄节目上述首次 感觉十分新鲜 今天拍摄这个情景剧然后感觉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 以前的话因为那些MV都是自己唱的 都是一些歌词 然后就是对对嘴啊什么的 然后今天是要背一些台词 然后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挺新鲜的 然后拍摄的也非常的顺利 然后比我想象中顺利多了 要谢谢导演 谢谢所有工作人员 作为该自制时尚节目的重要道具 各色各款的恶搞包在拍摄过程中可谓相当抢眼 杨景透露自己在生活中就是个包包控 当天她也就年轻女孩的消费官和主持人进行了交流 现在国外的一些女孩子跟中国的女孩子她们的思想观念 好像不一样 对 好像不一样 然后国外的女孩子就更注重的是包的实用性 对 没错 因为好像我在国外的时候 因为原来在英国读书嘛 所以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原来和一些英国的同学一起逛街的时候 他们可能看到包包的时候会就说 这个包就是外形好不好 然后能不能装东西之类的 可是呢 有时候可能我们国内的女生会看她的品牌 然后越贵越好 自从我们出了这个恶搞包以后 然后我就希望能够转变她们的观念 有恶搞包之后呢 可能大家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呢 可以买到又喜欢的包包 据悉 该自制时尚节目共分为12期 首期预计于3月初在乐视网播出 此外 2015沙滩宝贝大赛也于日前正式开启招募 总奖金将高达160万元人民币